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攻读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当我读到第一句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我感觉才有得利 因神曾经说过 丈夫是妻子的头 妻子要顺服丈夫 听起来就感觉蛮舒服的 但读到下一句 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我开始一脸可以说相当的疑惑 我就跟神说 主啊 我是头的 怎样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 仿佛神 仿佛神跟我说 你就缺一支肋骨啦 于是我想起神造人时 看到亚当一个人独处不好 故趁他睡觉时 从他身上取出一支肋骨 变为夏娃 目的要让他成为他的帮助 所以我领受到的是 夫妻都不能决定自己的身子 只能共享身子 故夫妻要合一 要合一就要先和睦 要和睦就要有连结 要有连结就需常关注另一半的感觉 我举个例 大家可能较容易了解 例如以前的我 陪太太去shopping 都是各走各的 就算走在一起 我也像是无分 有带到超人一样 而最近 灵修啊 默想到这节经文后 我知道 我太太爱的语言是服务 故隔天陪太太到Costco去 我就全程挪出一点余光 多关注太太的身影 其实这就是连结 注意她的感觉 需求 而适时的主动 出手帮她拿东西 我感觉到 彼此的感觉 是美好的 这就是我们有连结的 也和睦的 你说 这会很难吗 不会 只要我们有那么一点愿意的心思 就可以做到 我们来思考五个问题的询问 需要手的诫命是 夫妻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有什么应许呢 夫妻合一走在蒙神祝福的美好计划中 成为彼此的助力 可以避免的 罪事 我行 我恕 也就是大主大爷的意思 生活中的应用 时时关注另一半的感觉 与太太要有连结 也要常参加夫妻恩爱营 把渐渐疏远的感觉调整回来 对上帝有新的认识是 上帝造人真是阿弥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今天的启示 我们要珍惜你这美好的创造 求神让我们时时警醒 远离已婚单身汉的生活 让夫妻合为一体 走在蒙神祝福的路上 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